日前24795 這一位樂師 來台南各大場所來表演 他來台南 表演了很多場 然後他又是本身 表演的時候必須把這個 口罩拿下來用力吹奏 然後 當然這個就風險高一些 台南市有一例 不過 我們 來請市民朋友們 這一例是台南市的市民 他戶籍在台南 但是他是因為去中部跟他的 男朋友見面 然後男朋友首先發病然後他再發病 所以研判起來不是在台南被感染 那目前為止他也收治在中部 所以說他也沒有台南的足跡 所以 沒錯 他是 因為戶籍在台南 所以說算作台南的案例 但是 他沒有台南的足跡 那他 研判起來也不是在台南被感染 不過 我們還是希望 各位好朋友 能夠 由於 日前 24795 這一位 樂師 來台南各大場所來表演 然後他本身 CT值很低 他是外地的 戶籍在外地的 但是 他來台南 表演了很多場 然後他又是本身 就表演的時候必須把這個 口罩拿下來用力吹揍 然後 當然這個就風險高一些 也 因此呢 我們對於24795 這才雖然不是台南的案例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也因此呢 今天有廣開了 四個篩檢站 那有 匡列了 一千多位 不是匡列啦 就是邀請 一千多位的 民眾 來做篩檢 那這邊先跟大家報告 台南市新增個案案 25000 的一個狀況 他是沿水區20多歲的女性個案 已經接種3G疫苗 所以這次驗出來CT值29 並沒有任何症狀 他是因為4月4號因為案24999快篩陽性 所以一起到醫院進行PCR的採檢陽性確診 他在確診前台南 唯一的足跡就是4月3號搭台鐵 自強號172班次 從新營到彰化 在12點14分的時候到彰化 那其他的足跡也都是在中部 那居家隔離者有四位 有親友的四位 目前在 採檢中 另外跟大家報告一個對社區有點疑慮的 就是我們的高雄市 案24795 他是30多歲的女性個案已經接種3G的疫苗 這次驗出來的CT值是12.8 他在4月3號因為有出現喉嚨痛症狀 所以有使用快篩陽性 直接到醫院採檢 然後PCR確診 那在台南市共匡列的1308位的相關接觸者 所以居家隔離有86位 自主健康管理有1222位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他的 台南市的活動足跡 在3月26號 在11點到下午3點 在永康台南 貴田酒店 在3點半到下午5點 在安平區的蒙南咖啡 在下午5點半到晚上9點半 在夏都城旅安平館 在3月29號 下午5點半到9點 在安平區的 旋轉 海鮮宴會館 4月1號 7點到9點在安南區 北安路的阿彪師 九家菜 4月2號6點到7點在麻豆 麻豆區 的一個麻豆皮頭 北玄宮 在4月3號中午11點半到下午3點在安平區的 傅林餐廳 那在下午5點半到晚上8點半是在觀廟山西宮 他本身是個音樂 一個表演者 所以 還是有一些 相關蠻多的足跡 所以我們的一個裁檢者目前都在裁檢中 那目前暫時出現的 出來的報告是陰性 但是 我們還在密切觀察 所以在此也跟所有的 市民 其實昨天下午的新聞稿已經跟市民呼籲 那現在市民其實陸陸續續都在裁檢中 曾經跟高雄市這個個案24795在 3月26號11點半在永康區 桂田酒店國際會議廳參加喜驗者 請在今天下午2點到4點半到永康區衛生所篩件 另外是在 3月16號下午3點半到5點到安平區 猛藍咖啡同時段用餐 或是在3月26號5點半 到南區下都城屢 下都城屢安平館 參加足球協會的活動者 請在4月5號4月6號下午1點半到下午4點 到南區松柏娛樂中心篩檢 那另外是在4月3號11點半到下午3點到安平區 婦林餐廳 或是在3月29號下午5點半 到安平區的旋轉餐廳 參加美髮業者的春酒 請在5號6號上午9點到11點半 到南區松柏娛樂中心去篩檢 拜託大家記得帶身份證跟健保卡 另外是在4月3號5點半到8點半到官廟區 山西宮 參加喜驗者 請在今天下午2點到6點到官廟區山西宮篩檢 那這個其實我們昨天有公告 有弱勢實驗制的我們也都通知了 那如果有一個沒有通知到你覺得你的足跡有重疊的請趕快 也請趕快在這個規定的時間 到指定的地點去做篩檢 那另外是因應這個案高雄市案24795 雖然本來的 表演者我們每週也都要做快篩 但是因應這樣的一個事件 所以台南市規定婚宴大型餐會演唱會 各類型的餐廳含酒吧餐酒館 吹奏樂器及演唱歌手需脫口罩者 應有當日快篩或PCR陰性證明 才能演出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一個案子我們台南市就匡列了1308位的民眾 這是蠻嚴重的 所以我們拜託大家 另外一件規定是 一樣婚宴大型餐會演唱會各類型餐廳吹奏樂器及演唱歌手 不得布下舞台與現場民眾互動 其實在我們匡列的過程中發現這些都是風險蠻高的一個容易傳播的一個行為 所以兩件事情 表演者在當日要快篩或PCR陰性證明 這件事情 這些吹奏樂器跟演唱歌手會脫口罩的不得布下舞台與現場民眾互動 即日起 生效 另外是因為我們的清明假期即將結束 難來北訪 所以我們拜託大家 如果您自覺 沒有症狀但是有風險 可以看到一些足跡 或覺得自己覺得怪怪的想要篩檢 請在4月6號到4月7號早上8點到12點 下午1點半到5點半 持身份證到37區衛生所 領取居家快篩 沒有限定 沒有限定你有重疊足跡 只要你是坦南市民 持得身份證 就可以到37區衛生所去領取 在4月6號跟4月7號兩天 但是也請 拜託我們的市民 這個居家快篩是要給你篩檢的不是囤用的 不是回家囤著用 所以在24小時內一定要回復篩檢的結果 現場也都有我們的 防疫人員會教你如何使用 如果沒有的話上網都可以看影片 居家快篩現在是一個蠻方便使用的一個 第一步的一個篩檢的一個工具 也拜託我們談市民4月6號4月7號 請持身份證到37區衛生所去領取居家快篩 以上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